接下来我要开始介绍 怎么去用程式的指令 去做线上修改IOLINK装置里面的参数 参数比如说就是我点到这些 点到这个选项 这个装置里面有这些参数 有些参数是可以动态修改的 我现在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去做线上修改 首先第一步假设我要先选定我要修改的参数 我选这个参数好了 我要去修改这个值 那这边有在ISP3.13版的 的话 我们有做一个这个 选项 按钮 那点下去我就可以看到 看得到这个参数的index 跟subindex是多少 那这个index跟subindex 待会可以在指令的输入那边会用到 好所以我们先记一下 这个参数他index是162 那接下来要回到 ISPsoft 接下来我们开始写 程式 行增一个POU 那关于指令的使用方式我们在于我们的这个 AS的程式篇手册 A指程式手册 这边 这边有写 Iolink装置 的指令如何去使用 在这个章节有 有这个关于 各个模组的 使用的便利指令 那在 这边 有两个指令是 Iolink装置的 read 跟Iolink装置的write 这两个指令 就是用来去读写 Iolink装置上面的参数 那首先我们先使用这 Iolink R 那回到 SPSort 滑鼠点到这边 接下来就可以用键盘 直接打 Iolink Link R 这两个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要 开始填入这些参数 那这些参数的说明在手册 这边都有写 详细说明 详细说明我就不介绍了 第1个group 我填0 因为它是在主机这边 然后这是第1台模组 那我这个Iolink通道 我是接在第2个 通道 好那这个index就是 刚刚这个index 162 还有0 subindex是0 Datatype Datatype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从 那个装置的IODD档 去去查 那这个就是原厂所提供的IODD档 那如果我们将 将这个IODD档打开来之后 这是一个IODD档内容 这是一个IODD档内容 那我刚刚已经先 用关键字搜寻 像这个就是这个参数就是刚刚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 它有说index是162 所以是刚刚那个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这个bit length是16 所以也就是说它会占用两个byte 然后资料形态是叫做 U-I-N-T U-E-I-N-T-E-G-E-R-T 这个资料形态 那这资料形态的话 如果 在这边资料形态 的定义 是 要写1 所以我们就 所以我们就把 这1就是代表 U-I-N-T 这个T这个参数 所以我们就是 这边填1 D 那接下来DOWN我就随便填 M0 DATA READ READ 就是第10好了 然后再就是 第12 这样子 那前面给它一个条件节点 这下我们就可以先按 Compiler 编译 编译过之后 我们将程式下载到CPU 然后这下按 按Online 因为现在CPU是 STOP状态 我先把它进入到RUN 变RUN 这次我们按 按 那可以看得到 现在 它有读取成功 然后它的这个资料长度是两个byte 然后它读到的值是1000 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从 HOWER CONFIG去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选到这个 这边有一个 绿的select 这边也可以读 读起来它真的是1000 那没错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修改 变2000 这时候再把它下载下去 write select 那这边我们再重新开启 一遍 set 它就真的变2000 这边 这个就是 IO-link-read 参数的使用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试一下 IO-link-write 的指令 那我们再新增一个 往 network 在这边滑鼠点 点到这边来之后 再用键盘输入 Io-link-write 那这个参数呢 一样可以去参考手册的说明 在这边 这边也都有写 那我们回到ISPSOFT 所以我们group 一样填0 然后模组是 第1台 然后一样 第2个通道 index是162 subindex是0 那datatype 的话 就是1 跟刚刚这个一样 那write 这个是以byte 当单位 所以这边是填2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 IO-link-write 这个指令 去取得 就可以知道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要写的值 比如说先用第100 待会再改 那这边我就提一样填 10 这样子 随便填 好那一样前面要填个应用 填个字 在这边 先 输入 用键盘输入 LD Test 2 大概就这样 拿完 没有错误 将程式下载下去 这个没用 先把它关掉 进入线上 那我们先让POC 弄起来 好 那这些参数我刚刚都已经都填进去了 那就只剩下这个要写多少纸还没填 那我就先大概先填一下 填个 3456 这样子 OK 这时候再打开这个 set on 好 有down的话就是代表成功写入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读出来看看 那要请 请用户注意 以下就是 IolinkRead跟IolinkR 不能同时执行 这时候会有问题 如果同时执行的话就会 有问题 会报错 所以我们先 把这个指令先关掉 好 那我们再开 再执行IolinkR 这个指令 所以可以看得到 这个参数已经变成 3456 所以就代表它有写进去 那你也可以用Io 这个Hawaii Config 这个read Selet 去验证 有没有写入 真的有写入 好 所以那 以上教学就是 如何去 如何去用 这个指令 去做程式上面动态修改 那个Iolink装置的参数值 好 那我这边的 教学 就到此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